我觉得因为咱们现在从澳洲的整个经济来讲 而且我们针对的客户群很多都是中小型企业 以及是就是我们说的second tier meat market这样的一些客户 以及高净值人群 那虽然说是我们的减税是可能从现金流方面加大了我们很多back pocket money 但是很多我们要首先要注意几点 就是第一个的话呢在这次预算案中 自由党是当然不会提出咱们一直说的这个增值税 capital gas tax 它的这个递减啊50%有可能会减到递减到25% 还有这个negative gearing可能是会完全取消 那在自由党的这个咱们的这个联邦预算案中呢 是完全没有提到这个的 那我们现在整个的房地产市场是走下坡路的 而且咱们的整个的一个工资工薪的水平呢 它是在一个慢慢生长的一个趋势下 那所以对我们个人对我们企业来说我们还是要慎重 要非常慎重 特别是很多客人的话他在说自己营运生意说 那这个生意我是从30%减到27.5%再减到25% 那在这种情况下对我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但是有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 就是说有红利抵免的这样的一个分红 那在这种情况下 因为之前咱们的企业交的是30%或者是27.5%的税 那在这种情况下 当我们的企业税率降到25%的时候 我们之前一定要做好策划 不要让之前交的税都白交了 而是要有红利抵免的这些分红呢 尽快地回到我们的这个生意音乐人的手中 就是我们的股东的手中